嗨,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小翻课堂 这节课呀,小翻老师带了一本书来到我们的课堂上 大家看一下这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徒步中国》 那么大家看啊,这本书跟咱们这节课的讲解有什么联系呢? 它既不是这个名著,也不是咱们平时很了解的一本书 它是一位德国人写中国故事的书 那么究竟跟咱们这节课有什么联系呢? 待会儿小翻老师为大家揭晓 好吧,先把书啊放在一边,先看看这节课咱们要学习什么内容 我们来看,这节课依然要进行继续文阅读的题型学习 今天学习的题型叫做继续顺序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在我们平时的期末考试或者是中考当中 这个继续顺序题它会怎么考呢? 具体会出什么样的题型呢? 咱们来看看这个百变题型秀哈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咱们的火眼金金都能够把它解析出来 先看第一种 第一种题型呢叫做填空题 也就是直接问你本文运用的继续顺序是什么? 只要填一个空就行了 那么学完这节课你必须要掌握一个语文术语 叫做什么呢? 继续顺序 其实在语文的答题过程当中啊 它有点像选择题 啥意思呢? 这节课咱们会为大家介绍三种继续顺序 也就是说在咱们初中阶段 只要提到这四个字继续顺序 就能从这三种当中选 别的你不能用 明白吗? 这就叫语文的专业术语 它是有规定性的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跳水或者是滑冰比赛 它肯定都有规定动作 然后自选动作 这个就属于是规定动作 那么一看到这四个字 你脑海里必须要先想出这三个知识点 然后三选一填进去 看哪一个继续顺序 是符合这篇文章的继续顺序 填进去 明白吧? 一会儿咱们讲完这三种你就知道 每一种继续顺序都长什么样了 到时候就会填了 千万不要啊 遇到继续顺序之后 什么顺序什么顺序呢? 四分填一个吧 这样大家属于乱懵 就像那个眉头苍蝇一样乱撞 这样不行 语文答题必须要有知识点的意识 要知道这道题考的是哪个知识点 那么这道题这个知识点都蕴含哪几个部分 然后从这几个部分当中去选择作答 信心没有? 好 那么这种题型呢相对比较简单 只考最浅层面的 让大家来判断一下 一篇文章它的顺序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种考法 他说啊 从这个全文来看 这篇文章用了怎样的继续顺序 有什么作用 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这道题哈 你自己读题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这几个点 第一个点大家看一下 从全文来看 全文二字它其实是让我们怎么样啊 从第一段看到最后一个自然段 这叫从全文来看 所以说针对这道题型 你必须把全文每个自然段都仔细读清楚之后 才能够作答 那么看这道题它第二个点 说这篇文章运用怎样的继续顺序 好又提到了咱们今天重点的这四个字 你还得去这三个当中判断 究竟是哪一种呢 那么这道题还有第三个考察点 就是这种继续顺序有什么作用呢 语文考试当中经常碰到作用这两个字 对了什么词的作用 句的作用 段的作用 那么像这道题它的考点 一是从全文来看 二它是考你用了什么样的继续顺序 你要能够认出它来 三呢你还得说这个继续顺序有什么作用 懂了吧 那么与这道题有联系 但是又有区别的 大家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种考法呀 比如说这么问你 第七自然断的继续顺序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咱们从这来看 继续顺序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这是不是跟第二题是一样的 都是先判断 是什么 然后再去看它有什么作用 对吧 那是这两道题它考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 大家看 它其实在前面 第二题说的是从全文看 而第三题说的是从某一个自然段来看 对吧 那么这就是咱今天要重点给大家讲的 如果你从全文来看的话 那么它的继续顺序有一种特点 而你单从某一个自然段的看 它有可能是属于其中的某一种 也就是说这三种继续顺序 其中呢它是有两种继续顺序是针对全文的 明白吗 也就是说你一看到从全文看 它是什么继续顺序 那么基本是锁定在这两种的 而第三种呢 就是针对某一个自然段的 懂了没有 同学们 所以说你看咱们每个知识点给它拆分的很细 甚至拆分到每两个知识点能针对全文来用 每两个知识点能针对某一个段来用 你看如果老师不给你分析这种题型 你可能就会三个混在一起说都能用在全文吧 或者都能用在某个自然段吧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大家看啊就不够精准了 对不对 了解题型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明确一下 这节课咱们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再来看一下 既然所有的题都问我们 诶这文章用的什么继续顺序啊 这是什么继续顺序啊 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成功的辨别出来继续顺序 所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我得了解在初中阶段 学习文艳文的 学习这个继续文的过程当中 哪些继续顺序是我们常见的 而且必须要掌握的 首先能认出这个人 对吧 能认出这种题型 那么第二点 大家也看了 第二道例题和第三道例题分别都问我们了 这个继续顺序它有什么样的 作用 所以咱们必须啊 要明确每一种继续顺序 它对应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这些作用题的公式 老师会在这节课当中告诉给大家 以后你再做这种题的时候 就是先判断 完了再用这个公式把这个作用往里一带 是不是这种题型就完全攻破了呀 好了 那么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哈 前任是继续顺序 常见的咱们初衷 继续文的继续顺序 第一种啊 叫做顺序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两个词 它的读音是一样的 可是 它的意思 可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是顺序 一个是顺序 那么这第一个顺序 我们可以说 哎 这个站牌你按顺序来站 对吧 我们有学号 按照学号的顺序来站 其实这个顺序 它是指一条序列 对吧 我说这个总部的一个顺序 我这翻书的一个顺序 我学习课程的一个顺序 从一到二到三到四 对吧 那么这个顺序 它是指一套序列 那么我们看顺序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顺着 按照时间的顺序发展 然后来叙述故事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它是按照顺下来的这个流程 或者顺下来的这个序列 来叙述故事 那么顺的意思 咱们都知道 把它理顺 对吧 从上到下 从前到后 那么让它有次序 所以大家在答第一种 继续顺序的时候 注意千万别把这个字写错了 一旦你把这个字写错了 它就不给你分了 明白吗 一定要记住 第一种叫做顺序 具体什么意思 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 你看时间顺序 它就是时间的一个序列 对吧 那么时间我们说 滚滚向前从来不为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停歇 所以说时间顺序啊 它都是由以前发生的 然后到现在再到以后 昨天今天和明天 过去现在和将来 对不对 所以这时间顺序 它其实是从头到尾 从事件的起因 然后事件的经过 然后在事件的结果 这样顺下来的 明白没有 那么好了 一般来讲啊 这续文当中 如果它是采用时间顺序来写的话 它都会出现一些标志 有什么标志词呢 比如说 什么什么年 什么什么月 对吧 然后还有像小时候 然后长大了 说我初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参加工作上大学 这些都是表示时间变化的词 那么像这些词表现一个人由小到大也好 表示这个年纪或年龄 年龄由小增长也好 或者说表现我们的这个时间 由过去的某个时间到现在再到将来的某个时间 这样的标志词基本都是代表时间顺序 明白吗 但你一定注意这个时间顺序啊 出来之后 它得是小的年月在前 大的年月在后 就是小在前 大在后 明白了吧 然后是旧的在前 我说昨天的事 对吧 这是旧的事 旧在前 然后心在后 你可以把这个记下来 就是什么叫做顺序呢 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训事 那么时间顺序它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说小在前 大在后 或者说旧在前 心在后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 第一种啊 继续文的顺序 它就叫做顺序 顺着时间捋下来的 你或者就把这两个字理解成 顺着时间来训事 这是不是简单一些了 好了 那么顺序是文章当中 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在读大多数的文章 现在全都是顺序 同学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也在用顺序的手法 如果是一个试验 你要是用顺序的手法 那么肯定得按照试验的起因 然后再写 经过 我写到这边吧 事件的起因 接着 经过 接着 结果 就是一定要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来进行 起因 经过 结果 先发生什么 再紧接着发生什么 最后 又发生了什么 这叫顺序 明白吗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啊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学过这样一篇文章 叫做 莫爱如山 大家看 我们来回忆一下 他第一自然段是说 我怕父亲 对吧 他父亲打他 然后父亲还逼他喝茶 领他去看庙 那么 大家回忆一下 这种怕父亲的心态是发生在他的什么年龄阶段呢 是不是他 儿童时期 也就是儿时阶段 对吧 那么 大家看 第一自然段 他写的是儿时 然后第五到第五自然段也是写的儿时 然后父亲领他去看庙 对吧 那么 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看 这篇文章等到第七自然段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词语 说我十二岁那年考上初中 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七自然段之前 他其实是小于十二岁的 也还没有上初中 仅仅上小学 对吧 也就是从第一自然段到第六自然段写的都是 他上小学的时候很害怕父亲 而且父亲要带他去看庙 对他进行一种文化的熏陶 你看像这种文章当中 他直接出现了表示时间变化的词 而且他这个时间是在刚才那个时间之后发生的 这就是顺序的一种代表 那么在他之后 作者又写了什么呢 初中之后 作者在第八自然段写的 在以后我参加了工作 你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时间的 先后顺序啊 是不是 我先是儿时 然后呢 十二岁上了初中 然后呢 参加工作 对不对 儿时十二岁工作 这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来继续他整个人生 跟父亲之间的一些事件 那么像这种叙述的顺序 就属于是顺序 大家看 顺序 叙述的序 顺序 对吧 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来叙述故事的 就叫做顺序 明白没有 同学们 那么我们来看啊 顺序 它的作用 一般来讲 在文章当中 是不会考的 因为这是一种 最基本的叙事方式 相当于 它不属于什么特殊的手法 你本来写一件事 你就得从头写到尾 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件事 它的起因啊 经过呀 结果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顺序啊 它容易考你的是什么呢 让你判断 就看看它是不是这种顺着下来的 第二种呢 它不会直接考你说 它有什么作用 明白吗 所以同学们 在顺序的作用这块 不用太纠结 重要的是 咱们接下来学习的两种 继续顺序 它们的作用 是最常考的 明白吧 那咱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说你这件事 顺着时间 先后顺序来写 它有什么好处 或者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想一下 咱们就作为一个思维的拓展啊 你说这个按照事件的 先后顺序来进行 它有什么好处 或者是作用呢 一般来讲 我如果把这件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都给你讲一遍 你清不清晰它的脉络呀 清晰了 老实说 哎 它之前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变了 变成这样的 最后 然后它形成了 也有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你看 从起因到经过到结果 整个顺着给你讲一遍 你怎么样啊 脉络非常清晰 记笔记咯 同学们 都记在自己的讲义上就可以了 对吧 它第一个作用就是使这个事件的脉络特别的清晰 让读者一目了然 对吧 然后第二个 大家来看 如果我顺着说这些事 我顺着来说这件事 对吧 那么我可以把每一个步骤都给你怎样啊 说的特别的详细 是不是 我可以一件事 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给你描述 就是让你整个对这个事件 它的逻辑发展 也是非常的清晰的 所以可以说 它非常的详细 叙事详尽 叙事详细 那么它基本的作用就是说脉络非常清晰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详细 那么也不会扰乱咱们的思维 下面 咱们就要看一种 比较能扰乱我们思维的继续顺序了 这种继续顺序叫做倒序 先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倒序 倒序呢 是将事情的结局 或者某个最重要 或最突出的片段 提到前面叙述 然后自然再按照这种自然的时序 进行叙述 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啊 你看啊 这个对自然时序 它的意思就是时间由先到后 就是咱们第一种顺序 我们来画一条时间轴 比如说这条时间轴 这个时间是往这边走的 这边是先 这边是后 对吧 那么在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 结尾是不是应该在这儿啊 对吗 同学们 那么有的文章 他就把结尾的一个事件 我提到开头来写 我直接告诉你 哎呀 这个事件的结尾怎么样了 因为经常有新闻 新闻它的标大标题 肯定就是这个中心事件 对吧 比如说有多少多少人受伤 或者有多少人 怎么怎么样了 那么他直接把这个结果在最前面告诉你 那告诉你的好处就是 哎 我先了解结果 我就想知道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呢 于是这篇文章 再从这件事 它的起因 讲讲讲讲讲讲 讲到结果说 哦 就发生了本篇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 或者讲到这儿 再直接说一遍 结果 那你会发现 在整个文章行文的过程当中 结果其实出现了两次 对吧 头一次 尾一次 那看来这个结果很重要啊 那么除了结果 他会提前 有的呢 比如说他这个事件 有起伏比较大 到这儿呢 到了一个高潮 像我们看电影似的 开始这个正反两方开始对决 然后开始打了 那么打的时候 肯定是最激烈的场面 一般咱看宣传片里边 剪的都是这种最激烈的场面 对吧 他把这种最激烈的东西 放到前面来 给你一点提示 让你看一看 然后呢 再来写这件事 哦 是怎么到达这个高潮的 然后又是怎么结尾的 这也叫倒序 就凡事不是从故事起因写起的 都叫倒序 明白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倒序的另外一种形式 它是什么呢 先写眼前事物 再有眼前事物 引出对往事的回忆 然后结尾又回到 眼前事物 也就是说相当于整篇文章啊 他比如说 这是整篇文章 前面你先写一小段 警务描写也好 人物描写也好 然后说 哎 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然后呢 整个文章的这一部分 都是写回忆当中 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 那么回忆结束之后 你可能又被拉回现实 再写一小点 现实的东西 这俩是现实 然后中间都是回忆 像这种写法 也叫倒序 什么倒序呢 把回忆给他倒出来 然后开始说这个回忆 明白没有 同学们 而且你想啊 回忆它是不是发生在之前的呀 对吧 那我就往前 就像那个蔡姨姐有首歌 叫倒带 对吧 倒带 我往回倒 倒倒倒倒倒 然后看我以前发生什么事了 这就叫倒序 明白吗 同学吧 好了 那么我们看啊 倒序就是这三种 一 把事件的结果 啪 放到前面 告诉你 然后再接着说 二呢 把这事件的高潮 最精彩的部分 啪 放到前面 然后再写 三呢 就是我整篇文章 是用来回忆 我之前的一个故事 是 倒带的这种形式 然后这种 也叫做倒序 清晰的吧 那么现在老师 就要来揭晓了 我今天拿的这本书 徒步中国 究竟跟咱们的这个 继续顺序 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本书啊 你打开之后 第一章 叫做 Chu Chapter One The Longest Way 就是最长的路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一个德国人来中国 从北京 徒步走到 乌鲁木齐 大家注意了 从北京 徒步走到 新疆的乌鲁木齐 没有乘坐任何 交通工具 就靠走 然后 Chapter One 第一章 打开之后 上面有两个小字 写的 结局 然后 下面的时间是 2008年 10月 土鲁木齐 中国西部 戈壁 那你想 从北京啊 大家看 我把这个查了 北京 是不是应该 在这儿 乌鲁木齐 他应该在这儿 在西边 对不对 那他的 2008年10月 已经到了 土鲁番 相当于 他已经到了 这儿了 对不对 那你就有疑问了 说他不是从北京 一直走到 乌鲁木齐吗 对吧 他前面 怎么都不写呢 你看一下 这本书啊 他写完 这一章之后 就到乌鲁木齐 跟警察 发生了一些 对峙的警察 不让他 继续走了 在土鲁番的时候 他下面第六页 又出现了两个词 叫做 出发 出发的时间是 2007年的 11月9日 也就是说 他的2007年的 11月 从北京出发 然后到2008年的 10月的时候 他怎么样啊 走到了 土鲁番 写不清晰了啊 土鲁番 好了 那同学们来看 这个番子 哎呀 写得太吵了 好了 那么大家来看 整本书的开篇 并不是从2007年 11月北京写起 而从2008年的 10月 土鲁番写起 整本书 它的起点 应该是这儿 它的终点 应该是这儿 但是整本书 它是从起点写起 还是从终点写起 从终点写起 对不对 然后来 先告诉你 我到了这儿 跟警察发生了一些对峙 然后开始往回说 说 我什么时候 从北京出发的 再沿路 技术 它整个的 过程 明白吧 这就是 道序 这就是道序 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 第二次 考试 大家先看第一 自然段 著名的声乐专家 苏林教授 发生 发现了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一个奇怪 String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什么奇怪呢 在这次参加考试的 200多名 合唱训练班 学生当中 有一个 20几岁的女生 陈依林 出事时的成绩 十分优异 声乐 试唱 练而 阅历等科目 都是列入优等 尤其他的音色 美丽而 音乐 宽广 令人赞叹 而 复世时 却使人大师 所望 苏林教授 一生 桃李 满天下 他的学生中间 不少 是有国际 声誉的 但这样 年轻 而有才华的学生 却是第一个 这样的事情 也是第一次 碰到 第一自然段 其实告诉我们 两件事 一个 就是什么呀 这人出事的时候 考得特好 对吧 而且老师也特气住 觉得又发现了 一个好苗子 那么再看 他又说了 复世的时候 说复世的时候 这人考得 特别特别的不好 对不对 那么上来 先告诉了我们 他出事和复世 考得什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 已经知道结果了 即使不是最终 他有没有被录取的结果 咱也知道了 出事和复世 情况都是什么样 第一自然段 先告诉我们 再看下